阿醋 阿醋米糕 喂 整齊一點呢 本集由斷崖籃球協會贊助播出 教練 我想打籃球 本集還有某綜藝權威贊助播出 不要放棄治療啊 阿醋 你正在收看的是阿醋不到我 我首先就是你們的大家 好久不見啦 沒錯 我就是魏命名裡面的其中一個主持人 大家 我們是魏命名頻道 你覺得怎麼樣? 這裡是朋友 這裡 應該大家都有看過魏命名頻道吧 畢竟是一百多萬人訂閱的大頻道 阿醋要挑戰的是在一個禮拜之內 射一萬錢 因為阿醋其實是一個籃球愛好者來的 把愛好者跟很強是有一件事情 所以阿醋是喜歡打籃球 但是打得很強 之前一個時間 欣賞快樂中學那邊 也舉辦了一個YouTuber的籃球賽 阿醋是沒有被邀請啦 因為阿醋也不算是正式的YouTuber 但是叻 如果我紅了的話 下一屆籃球賽的話 我怎樣講嘛 要打贏Domato是嗎? 籃球講到來 就是要把那裡球丟進那個洞裡面嘛 所以投球準 你就不準 你不知道 在一個禮拜直接射一萬力球 射一萬力球 我投球還不準的話叻 不然跑了 不如去練傳球的 妹子也是專門傳球過了嗎 其實我想到這個練習投籃的方式啦 是從灌籃高手那邊來的 不是因為我老所以我看過這動畫 是因為我有做研究 這裡就是平時我打球的公園 你看 平時我就這樣子給他們對待的知道嗎 今天其實我還沒有要開始我的挑戰 但是我先來帶你們看一下 我的球技到底到什麼級別 現在就看一下黑澤籃球 最以前是講射球的 看到沒有 我的飛機 看到沒有 哇第一列 第一列 其實我搶上這樣三分 ok 你知道他們有什麼意思嗎 我EBOR 你被EBOR了啊 你被EBOR了啊 EBOR 你被EBOR 你被EBOR了 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你被EBOR了呢錯 ok,剛才二分 十粒進幾粒 進 一粒 一粒 我進一粒嗎 一粒一粒 然後我上次進幾粒 三粒 你看啊,一個禮拜一萬粒 大概一天 四百多粒 所以不管怎樣 我們明天開始挑戰 一個禮拜後見 好,今天開始 第一天的正式挑戰 然後我在家的時候 已經做了研究 我看了這個 Steven Carrey的教學 因為他是最主要 怎麼沒有朋友 我們要學就是跟他學罷了 然後他講咧 手要九十度 然後要有一個順勢 然後你的腳要對住籃框 我們試試看一下 好不好 ok啦 我們現在就開始 一次 哇,真是累死了 幸好我沒有講兩萬粒啦 我覺得這樣有頭 要頭晚上去啊 真的 完成最後一百粒 吃完就回去了 我手要斷掉了 我要謝謝這個小弟弟 陪我到三更半夜 現在第一天的 一千四百粒結束了 然後 真的是很累 我沒有想到是 這麼大的體力 我手跟腳一定要斷了 我手現在在抖啊 ok,第一天結束 ok,今天是第二天 然後今天阿錯跟昨天有什麼不一樣呢 給你們看一下 沒有錯哦 阿錯剛剛去綁牙了 我已經是預算了 等下去到公園就是給他們笑了啦 被笑吧 你有沒有被笑過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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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第三天 然後今年的心情是有一點 因為剛剛中華的時候 我有拍一個挑戰 是有關於煮東西的 然後可是 所以我現在心情有一點 ok,今天是挑戰的第四天 在昨天晚上 阿錯睡覺睡到一半的時候 突然間 那個 右手就 抽筋 很痛 然後我的左腳也抽筋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是右手跟左腳 不知道啦 阿錯出去看了一下中醫 因為我怕是拉傷還是什麼 中醫是跟我講 他只是酸痛 壞了過度疲勞 那個肌肉 他就給了我一個 藥粉這樣的東西 叫我泡來喝 然後他也給了我幾片東西 叫我出去打球之前 可以黏在那個 手還有腳上面 我是不懂他給我的東西 這麼小片 我要黏哪裡好 我就想哦 我會抽筋啊 是因為我每次沒有做 日身運動 所以我從今天開始 我要乖乖的做日身運動 我要拉筋 ok,今天是第五天 然後阿錯因為有 工作的關係 就來到了KL吉隆坡 當然這個挑戰 還是不能停止啦 所以來到這裡了 我就叫我的 堂弟 在我的床子裡 射完1400粒 現在回到家來 吃點宵夜 然後剛才不小心上車的時候 做斷了我眼睛 又要花多幾百塊錢去買新的眼睛啊 眼睛啊 做斷眼睛啊 眼睛做斷了 ok,所以今天是挑戰的第七天 數學好的人就有知道 我第五天的時候 錯失掉了 那為什麼咧? 因為第五天的時候 那天剛好是 然後 我有去那邊拍了一個影片 如果想看影片的人 快點就按就出了 最後的幾天就會出了 那個連結那時候我會放在這邊 你們就按上去看 是在這邊 往後來看看 你怎麼有在那邊拍了 這樣就有在那邊拍了 分開 後來拍了 可是就是粉和好 我是粉和好 progressive 所以挑戰還是要先去 OK,今天是最后一天,挑战的最后一天 还剩下十里球 我现在在去球场之前,就先来买点东西去喂牢那些小弟弟帮我捡球的 来,我拿回来 谢谢 OK,现在我只要剩下最后的十里球 嗯 谢谢哦 OK OK - 射完兩萬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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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生病我們來射啊! - 敗爾牙不要射球懂嗎? - 會敗爾會生病的咯! - 因為我講的是不算力喔! - 老實講我是沒有什麼射到三分球啦! - 不然我三分球有沒有變準 - 她說我二分絕對是... -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 歡迎按讚訂閱還有分享! - 最重要的是那個小鈴鐺 - 打打力咯! - 要去跟阿錯做什麼奇奇怪怪 - 或者其他的挑戰的話 - 你們可以在下面留言跟阿錯交流 - 如果我覺得有趣的話 - 你去拍喜歡看咯! - 阿錯我頻道,再見!